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女孩子的首相 感情线比较直,没有什么弧度 虽然追求的人比较多 但是并不花心 择一人而终老 这种类型 事业线不是很明显 但是说明事业发展的并不是不好 就是说她这个事业线不清晰 说明她选择的行业的机会比较大 就是没有在 在一个行业里面待很久 就这个意思 财运这个财工还是比较饱满的 那么说明家境殷实 适合从商创业 这个遇到合适的机会 她会一遇而上成为人上之人 并且整个首相还是偏断长一点 我们来看这个 事业线也是能够清晰的看出来 这个事业线 是非常不错的 说明是很有主见 在事业上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会受到领导的这个弃容 那么感情线我们看 这个感情线深入到这个 冲了指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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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感情当中 容易有一些比较多的诱惑 或者是一些烂桃花 那同时呢 她又有夫子眼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出身不错 家财万贯 子女线有一条 这个结婚线 婚后呢 会有育友育女 这个是从首行和她的结婚线 可以看出来这一点 并且呢 她这个整个金星秋还是比较饱满的 这个是掌管这个什么 这个身体状态 包括你的这个浪漫气息的一种 一个秋体 比较饱满 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 身体状态还是不错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是手腕线 手腕线 如果是说小指根部的这个婚姻线呢 有树的子西纹 我们来立体看一下 就是侧面来看 这个这个是小指根部 下面有这个横线 横线叫婚姻线 那么跟横线相交的 这个垂直的就 这个树线叫子西纹 也叫子女线 如果是非常端正清秀的话 清晰的话 说明子女长大 这个容易 长大成人的容易成才 而且呢 如果是子女线比较弯曲的话 比较弯弯曲曲的 属于比较落寞的运势 这个纹路比较粗 就是生男孩的可能性比较大 反之细小的话 生女孩 为什么说前面我们说 这个手相就生女孩子 因为他这个子女线呢 就是淡淡的一条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这个 你看 这个手相可以看出 他的生活状态 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手中的子女线 也是有一条比较深 有一条比较浅 那么说明了 他命中会有两个孩子 不过第一个孩子 应该是男孩 第二个是女孩 子女运势不错 长大之后 也能够想到子女的福气 手掌也是比较厚 比较厚 饱满 有肉 长色也不错 所以整个自己的运势 也是清闲有福之人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 这个八字手相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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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